嗨 各位小财神大家好啊 今天过得都还好吗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要来跟大家聊聊就是 我们这个讲座的主题 就是8月2号宝可梦办的第二场 这个投资理财的讲座 结束之后呢 有不少粉丝朋友就是 来回复就是询问我一些问题 那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说小资族到底要怎么投资比较好 那么如果要创建自己的被动收入 是可行的吗 那今天呢我就针对这个议题 来做一个大致上的讲解 也当做是一个课后的复习 如果你有来参加我们 7月份跟8月份的这场讲座的话呢 内容是差不多啦 那你如果来参加任何一场的话 我觉得今天这支影片你都应该要看 因为你可以从中再去 复习一下我们讲座上讲过的一些概念 那如果没有参加讲座的朋友 也非常欢迎你来听一下 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来说是有帮助的 好吗 好那我们就进入咱们的主题 那我们的主题呢 其实我比较 我现在就会用这种比较 casual的方式来跟大家介绍 就是说我用手写板 那这个手写板的话呢 就是直接 我要讲的话就直接写在上面 这样子对大家来说 可能会比较简单去理解 我就比较不特别做制作这个powerpoint的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 小资主应该要怎么投资 还有怎么去创造自己的被动收入 那我这边会提示几个方向给大家参考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两个议题 第一个就是小资主如何投资 好所以这边呢我帮你加上去 等一下打开图层 这个小资主 该如何投资呢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主题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如何创造自己的被动收入 这个就是我们的核取方块在这里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一序这样子 讲完然后一序打勾 好吗 好来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往下走 关于投资的部分 其实我稍微整理一下 就是一般而言 投资有很多种不同的模式 跟这所谓的类别 简单举例 你看这边上面写到 第一个就是证券类 好那就是有像股票基金 ETF或是期货 如果你对这些产品的介绍有兴趣 你也可以看我资讯复言栏 下面这边的资讯 都有做过相关的这些影片介绍 你可以了解更多 那房地产的部分还没有正式的设略 但是它的确是一个投资的项目 好那我们在我们的讲座里面 也有跟大家聊到就是说 那到底你现在要存退休金 还是要买房子 置产哪一个比较重要 好所以其实也是衍生到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房地产的部分 好房地产如果你是可以使用这个负债 来增加你的现金流的部分 那它的确是一个不错的一门生意 但如果你是用资产下去做的话 那你其实是不划算的 好那至于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那可能只有来听过我们讲座的人才知道 我有做过这一番的解释 好那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去投资实体的商品 比如说购买真正的环金 跟真正的白银的部分 好这部分的确也是一种投资 好那至于这个投资到底可以得到什么呢 我很建议大家去找这本书来看 这叫做富爸爸穷爸爸这个精英的大骗局 好那里面就有针对说 为什么他每赚了一笔钱之后 他就会去买等量的黄金或是白银 放在一个安全的处所 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让你去思考 就是说你的投资永远都只限定于证券类 有没有可能可以有多元的配置 好那这部分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考的方向 那第四点的话 其实一般人比较厉害的投资者 他是会去投资事业体 企业体的意思 企业体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成立公司之后 你聘雇了员工 那他为你产生这所谓的劳力付出 然后换取的这个所谓的企业的收益 其实也可以是一种所谓的投资收益 而且他报酬率其实是还蛮高的 只是说风险也高 因为有可能会失败 所以这部分的话 其实我最近也是蛮有蛮多心得的 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卡板帮 或者是说我即将要成立的公司好了 他其实也是一种所谓的 对我来说是一个考验 就是我要如何关于旗下合作的KOL 然后怎么样能够创建现金流 或者是说要去做沟通这件事情 或者是资源分配的部分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如果你将来是真的要往这个方向走的话 那你的确是值得开始往这方向去学习 成立一家公司绝对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简单 尤其是要管人的部分 这的确是会非常非常的令人感到 懊恼的一件事情 因为自己可能都管不完 要再去管别人的事情 对那我们这基本上就是有这四大方向 那小资组的部分呢 到底有没有哪些是可以去做投资的 那这部分的话呢其实小资适合的投资标的 我个人觉得我要先问你一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对有点厚 你有多少钱 对这是我最想问小资组的一个问题 对因为像稍早我有分享一支影片 就是有那个粉丝朋友来参加我的这个读书心得比赛 就是我输的读书心得比赛 然后那一集的主题 他刚好也是聊到说 小资组一个月薪水 刚出社会的新鲜人只有22k 那他的生活欲望那么多 到底有没有办法投资 那都存不下钱的情况之下该怎么办 那那支影片其实反而就是让很多很多人就是 有兴趣要点进去看 那我希望你们看那些8分钟的影片之后 能够有所改变自己的想法 所以小资组的部分的话 我个人觉得第一点 我要问你的问题就是说 你一个月可以存下多少钱 你一个月存下多少钱 可以决定你的这个资产往下走 往下滚动的一个很大的动能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你一定要先跟我回答 如果你一个月可以抽3000 那你绝对有3000的做法 那你一个月可以5000 那当然也有5000的做法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的薪水只有22k 而你真的很想要划出投资的第一步 那你至少要挤3000块出来 但如果你连3000块都挤不出来的部分 我觉得我有一个建议可以提供给你 比如说第二点的部分就是说 每两个月存下三到五千 然后投资自己 重点是投资自己 而不是去投资在市场上面 因为投资自己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可以花钱去买书去增加自己的本质学能 或者是你可以花钱去上讲座 或者是看网路上有一些不错的线上课程 你可以去购买并且去增进自己的技能 知识技能的部分 这部分的话我觉得投资自己所产生的效益是远远超过你想象的 简单举个例子来讲 包括后面的这一堆书 我可能没有全部看完但我至少也开始看了六成七成左右 那这些书其实它最后就会变成我的知识的来源 甚至是我在演讲或者是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我可以就是博股通经 然后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就讲出一些 我觉得很有趣的例子 其实都是从书里面得来的 所以这部分的话我会很建议你 如果你真的没有什么钱的话 你也许可以把钱省下来 先投资自己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也千万不要就是忘记这个初衷 就是你存钱投资 这是一回事 但是有没有把钱放到自己身上 这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个人还是觉得 就是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 每个月存三千存五千 那你至少每个月存个一千两千 然后买书抽死自己好不好 因为这个的确会对你的生活产生很重要的这个改变 就是所谓的量变产生质变 你每个月就算只买两本书都把它看完 读完而且认真的去实行 或者是理解它 那你这两本书你就不用白花钱了 那么今年累月之下 这些知识的确是有可能提升你整个人 不论是气质或者是你自己的本质学能 那你就更有可能能够被你的长官看见 或者是你跳槽的时候 你就可以加薪了 因为你的know how就是比别人还多 所以小资组的部分的话 先从三千五千开始 如果你也觉得投资自己也OK 都有了 那到底要怎样才能够进入市场呢 进入市场很简单 因为就是分两个嘛 你要投资的是台股还是美股 那台股的部分的话也很简单 因为你如果有在看宝可梦的这个部落格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我有做很多的 这个所谓的股票开户的介绍 或者是数位账户的开户 其实你开完之后都可以就是进行 就是这所谓的股票操作了嘛 那我觉得对小资组比较友善的是 比如说铜板投资 或者是一千元就可以进场投资的这一种 那你的门槛比较低 那你可能会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比如说永峰金证券有这个所谓的封存股 那你就可以就是使用它的定期定额 买台股的这个功能 你就可以每个月就是花三千花三千去购买标的 这对你来说一定是比较门槛比较低的做法 那同样的像国泰市华证券那边 他们好像也有提供这个这样子的服务 那像富邦的奈米头也是一样 所以我觉得在台股 其实已经有很多很多的银行 它已经做出不同的变种的商品 能够去符合现在小资组的投资需求 那美国的部分的话呢 我觉得你就要再去做更多功课了 因为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说 其实美国的券商是不受台湾金管会监管的 所以你的钱移到国外的证券经纪商 去做投资都是有风险的 就是你可能必须要去思考到 如果你哪一天挂点了 那你的亲戚朋友可以把钱拿回来吗 这是你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国内也有券商提供的所谓的负委托的功能 这负委托就是说当你真的出了什么事情 那他们会代位求偿 就是或者是帮你去处理这些钱的问题 但是呢他们提供服务就会收费 这个收费其实就是要看你自己 买进或卖出的量多大多少 然后去谈出来的 所以这部分的话 你也是需要自己就是去跟这些证券商去询问 比如说富邦证券或者是永丰金这两个银行 他们都有提供负委托的服务 而且是市场上就是比较知名的 所以这两间你可以自己去问 但是能够谈到多低的价格 就是看你自己的能耐 所以小资投资的话呢 我有提供几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你可以存下多少钱 决定了你的投资的高度 3000可以投5000可以投1万可以投 当然最好是每个月可以投1到2万进去 你这样子滚出来的钱才会快 那第二个话呢 就是如果你真的存不下钱 也拜托你投资自己好不好 让自己的本质学能提升 一个月2万2变成2万8变成3万5 那你可支配的金额就变多了 那你自然可以投资在这个市场上面的钱就会更高 那第三就是说如果你要买台股或美股的话 其实台湾都有很方便的这个所谓的开户的方式 你可以进行这个交易 那至于要买什么标的的部分 我就不报名牌了 但基本上我会比较推荐 或是我自己有在操作的部分 就是这个所谓的全市场股票型基金 提供给你参考 不知道的话就是打一下指数股票型基金 在Google上面就会找到很多人有做介绍 所以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聊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这个问题就是说 被动收入 我们都知道其实被动收入有非常多 宝可梦其实现在的这个被动收入其实也不少 只是说一般人真的有办法去创建属于自己的被动收入吗 这就是大家很想知道的啦 那我就先举我自己的大本行 我的本业Blog开始讲 因为Blog在台湾发展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 那很多人都觉得说 现在又是一个影音的世代 谁在看文字啊 但你有没有去思考过一个问题 当你要去找最新最正确的资讯的时候 或是旅游资讯的时候 你还是会使用Google去搜寻文字的部落格来看 或者是文字的资讯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还是 你想要往文字或者是写文章 甩部落格网制的方向走 其实是可以的 因为你只要有被搜寻到 你都有可能会靠这个搜寻量 而赚到这所谓的广告费用 所以这部分的话我就是提供给你参考 所以Blog是可行的一个一条路 而且我也每个月都会靠这个在赚我的广告收入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是可行的 它会有这所谓的广告收入 那收入多寡当然是根据你的流量而定 那比如说我现在 比如说我的Blog Blog的Blog 我每天的观看次数是一万 是一万观看次数 那我的每一个月的新 这个注账的金额大概就是接近是三百三十美金 好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大概有接近一万块 所以Blog是一个我们知道的第一个可以创建的收入 但是你就是必须要 你的发文频率可能就是每天一篇 好 Google SEO的分数也会慢慢往上提升 这部分对你来说是会有帮助的 最好是到每日一篇 好 这个会你的成效会越来越好这样子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讲第二个主题 第二个主题其实应该也是 大家都蛮想知道就是YouTube收入 就是说成为YouTuber 这件事情是可以让你有收入的 那他一样他也是广告收入 那其实都是Google的系统 对不对 好 广告收入 那他其实也是很看重你的这个影片被点阅的数次数 所以这部分的话我觉得就不一定 那我现在自己目前是一万 一万一万订阅 好 然后目前的收入一样也是大概 三百三十美金左右 所以大概也是接近一万块左右 那我现在也是日更 就是每日一支影片 用这种方式的话就是 呃 再持续的 产生粘着度 好 所以被动收入的部分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 呃 我现在先提供的是有两种 那这两种到底 呃 适不适合你或者是说你觉得 真的有可能吗 我觉得这就是要看你自己的这个 个性或者是你的习惯 因为如果你自己本身没有办法就是 长久而且持续的去做创作 内容的部分 那的确对你来说这会是比较吃力的 好 因为像写文章也需要时间啊 然后 YouTube的收入也是一样 好 所以 呃 但是我觉得 Blog的门槛对大家又是比较简单 就是你在网路上分享你的文字跟心得 的确是可以有收入的 好 那 呃 YouTube YouTube也可以有收入 但是都是需要经过 大概 我想象 这个大概是 五年吧 然后 YouTube的话大概也是三年左右才有可能会有收益 好 所以不是说你现在做明天开始就收钱了 没有那么简单 好 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被动收入是有可能可以做到的 好 如果你真的不想要就是发展成自媒体的话 那你就真的就是只能够靠投资收益了 好不好 投资收益也是一种收入 对 那 比如说以年化报酬率7%的产品来讲的话 你每投资100万一年就会变成 呃 7 产生7万的利息 那这的确是可以的 不过 他有个问题就是你还是需要你的本金 如果你没有存到本金的话 你也是玩不起的 好 所以 这部分的话呢 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 好 至少我 我稍微简单罗列了三个可能的 这个收入来源 好 提供给你参考 但是 呃 所谓的被动收入不会就只有这些东西 它的确是有可能有一些 呃 不同的 可能性 就比如说像 你在这个Blog下面你放了这所谓的联盟行销 好 你放了联盟行销之后呢 如果人家看到了你的文章 然后他觉得你的东西 你的文章介绍的不错 然后他就 开户办卡 或者是就买了这个商品 那么你就可以拿到这个连结的分入 像博客来也有 好 所以你只要在你的文 Blog里面有塞了这个 一些连结 然后这些连结只要被人家点了 并且 呃 做了申购或者是刚刚讲的这些呃 申请金融商品的这个动作之后 你的确是可以拿到一些利润的 好 所以这个也是所谓的联盟行销是在这个Blog上面的变种 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套用到YouTube里面 比如说你YouTube下面的资讯栏的部分 都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办卡连结啊 或者是相关的介绍连结 人家点了买了书 或者是操作了某个指定的动作之后 你就会有收益 好 所以这个也就是所谓的联盟行销的部分提供大家参考 那投资收益的部分的话 当然就是 呃 放到市场里面去然后有涨跌 7%差不多 就是 被动收入大概是有 这几个大的类别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当然还有一些 呃 我最大 我觉得 我当然觉得可以讲 但是也不见得适合大家 比如说 出输 出输为什么可以是被动收入呢 出输可以当被动收入的原因是 呃 版税好像是 你只有拿到10%而已啦 好 就是 你卖一本360 那你只能够拿36块钱 然后就是这样子 好 那输的话呢 因为它放在市场上面 它是属于一种常委效应 也就是说 呃 现在可能没有卖得很好 但是将来 等到某一个时机点 或timing来了 有这个需要 人家就会去 呃 买书来用 那你只要书一直有被卖出去 你就会有收入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版税收入的部分 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 这样子 好 那今天至少简单介绍了四种 我觉得 对大家来说 可能比较不会那么困难的被动收入 好 那也提供大家参考啦 因为有一些比较厉害的被动收入 比如就是真的是 你开了公司 你请了员工 那你请这些员工 帮你所做的东西 得到回报 它就会是另外一种被动收入 这样子 好 那最后也跟大家聊一下 你们觉得卡板帮会是宝可梦的被动收入吗 当然不是啊 好 因为真的被动收入是你躺着赚钱 然后越赚越多 但是因为卡板帮的分入模式是 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影响力就是除以三 我们卡板帮三位KOL 每个人各得三分之一 好 也就是说 原本都是我一个人吃下来的优 这个整个的 这个进账的这些 呃 回馈呢 我就变成我现在只有三分之一 好 那这这样子的模式到底是不是所谓的 创建的被动模式 其实就不是 好 但基本上只是我单纯的 希望两位KOL能够继续努力加油 所以我才会用这种方式做分软 但是呢 其实它不会是一个 呃 健康而且正常的形态 因为这件事情不可能永远 远远都是这个样子 将来有一天他一定会 就是呃 告一个段落 所以我也还在思索说 如果我要成立公司 我要怎么去呃 面对这些事情 然后如何去把它做到一个 对我来说是一个有利可图 有利润的部分 所以呃 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人生阶段 在做呃 不同的思考 包括将来的宝可梦 也可能会去开立公司 那么靠着公司来替我赚钱 这也是一种呃 被动收入的方式 那也是提供一个比较远大的方向给大家参考 那如果是小资组的你 你还是先从写文章开始可能比较简单啦 或者是先从拍影片开始比较简单 好 所以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也希望就是说 我今天讲的比较细的部分呢 是我们在讲座上没有提及的 也希望这些内容对你来说是有帮助的 也别忘了 把我们的小铃铛开起来 订阅之后小铃铛开起来 那么最新的消息你就会收到了 也欢迎你把这个影片呢 公开的留言 分享 按赞 给你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来学习 就是小资组如何投资 如何创建自己的被动收入 好不好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